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昨天把花椰菜和油麦菜给移栽了 今天再往这个空隙里面装一些大蒜苗 由于空间比较小 所以就要充分的利用空间 见缝插针的 哪能够种下就给它种一点 这次剥种的大蒜头 我还是把那个尖给剪掉的 我觉得剪掉这个尖的确实出苗比较快 我是中间套种的大蒜苗 然后边上的话是套种的油麦菜 我的油麦菜之前也是遇在血盘里头的 长成了高脚苗 我又把它给移到了花盆里 每个花盆里种了好几棵 所以现在长大一点了就非常的挤 就移出去一部分跟花椰菜套种在一起 反正这个花椰菜或者是西兰花的菜苗还很小 等它们长起来的话还需要一段时间 两颗菜中间有很宽的位置 在这个边上我就套种了一颗油麦菜 中间的空隙就种大蒜 这样一块菜地我就可以同时收三种蔬菜 等花椰菜的菜苗长大一些再看情况 如果说油麦菜影响了它的生长 到时候我就把油麦菜给拔掉 如果不影响生长的话我就全部留着 大蒜苗是不会影响它们生长的 因为大蒜苗占的位置非常的少 在中间套种了大蒜 油麦菜也好花椰菜也好 都没那么容易生病或者是长虫子 因为大蒜的气味很多虫子不喜欢 套种在蔬菜中间的话 就可以起到防虫虚虫的作用 特别是非常爱长虫子的 比如说小白菜啊这些 特别爱长芽虫 你就在那个空隙里面给种上一点大蒜的话 它长芽虫的几率会小很多 也可以种小葱或者是洋葱这一类的 气味比较有刺激性的 它就可以起到防虫去虫的作用 现在西兰花花菜还有油麦菜大蒜苗全部都种好了 接下来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菜池给盖上防虫网 花菜和西兰花还有包菜 这种菜的话是非常爱长菜青虫的 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被菜青虫吃个精光 菜青虫主要是那种白色的蝴蝶在叶片上缠的卵 然后长成了虫子 盖上防虫网之后 它就不能在叶片上缠卵了 所以就会避免菜青虫的发生 搭小拱棚我用的还是玻璃纤维棒 这种材料的话是可以反复使用的 而且收纳比较方便 你看我不用的时候收起来 它就是一根直直的棍 用的时候这样把它擦起来 它就有一定的弧度 柔韧性也还是比较好的 我感觉比竹片或者是钢管那些更好收纳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这种 使用的粗细和长度 是要根据你所使用的菜池跨度来选择的 这个问我的话我也不太清楚 先测量一下自己菜池的宽度 然后去咨询一下卖这个玻璃纤维棒的卖家就可以 盖上防虫网可以防止大部分的飞来的害虫 也可以防止鸟偷吃我们的蔬菜 去年我在中间那个菜池种了一点大白菜 本来就种得很晚 然后就一直被鸟吃 一直被鸟吃长不起来 后来也是照上这个防虫网之后才长起来 吃了一些菜苔的 防鸟的话可以在空中拉网 也可以像这样搭拱棚 反正自己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吧 中间这个菜池我也会搭上拱棚 照上防虫网 这个里面我前两天把草莓盆里 遇的那些黄心乌塔菜移栽了一些 然后这边大颗一点都是儿菜 这头上我又遇了一点苗 好像是生菜还有苦菊啥的吧 我用的是这种尼龙的防虫网 就跟我之前套丝瓜的那种材质是一样的 我这个网是非常细的 好像是90目吧 你牙虫都飞不进去的 这种可以用很多年 我这是去年买的 去年用过一季 然后四周用的不锈钢夹子 稍微给它夹一下 只要虫子不能从这些 边边搅搅的进去就可以了 两个菜池的防虫网已经造好了 我平时种菜一般也不用防虫网的 只有种这种特别爱长虫的菜我就会造 不然的话天天做虫子都做不过来 今天做了明天又有 明天做了后天又有 照上防虫网之后就会省很多事 这个菜池种的是青梗松花菜 西兰花油麦菜和大蒜苗 中间那个菜池种的是儿菜和黄心乌塔菜 然后育了一些小苗苗 这里面那个小菜池种的是柳菜苔 然后这边种的是蒜苗 萝卜 中间就是这些韭菜红薯叶木耳菜 这个里面遇了一点生菜苗 天天下雨我给盖着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种的蒜苗 都长这么高了 这是第十天就已经长这么多了 我觉得我这个半个月吃蒜苗 可能没多大问题 是不是 所以这个种蒜的时候把那个头剪掉 它出苗真的很快 我这才刚十天就长成这样 只要它出芽了就是一天一个样 长得非常快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 我是封信泽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